少听那些成功者放屁 多听听失败者的经历 成功的人都会说自己 什么经过勤奋啊人品啊什么 其实水没做过几件缺德事 我也做过 少听那些成功者 有很多老铁私信我想要我们家卤肉配方 盐居居配方拿走 烧鸡配方拿走 脆皮烤肉配方拿走 如果你还学不会 我只能让老板娘亲自去教你了